高雄市的前市長韓國瑜呢 他最近是暢銷書作家 韓先生來敲門 在元旦過後呢 今天他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 舉辦了一場見面會 雖然說舞台只有開放給有買書的人 但是呢現場你看到畫面就是這樣 擠爆了 那麼韓國瑜說了些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 很多人說今天新書發表 有沒有請一些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我說我沒有要請 今天真正的主角 是我們在場這12位 平凡的小人物 但是做出非常偉大的故事 台灣的偉大 台灣的光亮 台灣的正能量 絕對不是在政治人物 而是在這些偉大基層草根的人民身上 對不對 對 第二點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打氣加油 我知道很多支持國瑜的好朋友 這兩年過得很辛苦 很多電視機也不看了 心情很郁悶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上面烏雲也好 彩雲也好 一個優秀的人 一個優秀的團隊 總是能夠在黑暗伸手不見五指的烏雲之中 看不見的之中 找到一絲絲的光明 以我們台灣2300萬人民 善良勤勞利他 這樣子一個精神 相信我們 台灣的前途一定會非常的光明 那麼今天這個行程其實也沒有政治人物參加 不過倒是獻上了蠻多的祝福 像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說 因為他另外有行程 所以沒有安排出席 但是他說期盼韓國瑜的新書打賣 韓國瑜的見面會 你現在也知道了 那還會出席 因為他那個時間 剛好我有其他的行程 不過我要在這裡特別祝福 我們韓國瑜 希望能夠新書大暢銷 可以贏得更多人 來給你好好的購買 也能夠讓大家都了解 你這段時間 努力的做生 所以我祝福韓國瑜 新書暢銷 市長有收到新書嗎 有收到韓市長的新書嗎 目前我相信 雖然短暫還沒收到未來 他應該有機會寄給我一本吧 我應該 如果沒有寄給我 我會發錢給他買一本 我相信應該他會寄給我 不過我還是滿滿的祝福他 能夠新書暢銷 然後享受他在這段時間的過程 那麼柯文哲呢 台北市長前幾天有一個新聞 說他在總統府前升旗 獨自佔了40分鐘 是否是尷尬閱兵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也是有關於韓國瑜的新書 柯文哲就被問到說 這會不會是韓國瑜付出的棋手式呢 我們來聽聽柯P的最新回應 韓國瑜也說了他今天想傳遞的呢 是台灣的這個良善 那當然呢 很多的聯想是會有的 不過呢 今天韓國瑜在台上啊 也與大家同樂 邀請現場的所有的這個書迷 好 跟他一起呢 大合唱 我們帶您一起來回顧 當我們同在一起 預備 唱 當我們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 起快樂無比 你對著我笑嘻嘻 我對著你笑哈哈 當我們同在一起 起快樂無比 謝謝 大家熱情掌聲給自己好不好 好的人多說 謝謝 謝謝 好 請坐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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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結婚了 我已經結婚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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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